今天讓大家了解一下 絕不會放棄你的瑞克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浩瓶博士 Dr.Hau Min 有沒有以下這些經驗 你的朋友傳了一個連結 上面寫著誇張的新聞 點進去後 甚至在路邊看到QR Code 因為好奇心掃進去 看到一些超辣的封面 滿懷期待的點進去後 只有今天限定 冰冰剪 泡湯 這樣子的經驗肯定有很多對吧 而且還會在那段時間中 超大量的到處出現 他們真的壞壞 Regrowth現象是一種 Bet and Switch Media Prank 就我們俗稱的釣魚影片 先請各位吃個安心糖 博士這邊會介紹到一些 Jump Scare 突發驚嚇 但是你可以安心看片 因為博士也很膽小 所以剪片的時候全剪掉了 很多人小時候應該都看過這台 在青綠色山坡上開的小車 還有會自己搖的椅子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經典的釣魚影片 就是在你集中注意力 用超大聲的鬼臉嚇你一大跳 博士小時候很愛打電動 懵懂無知的年少時 妙失了不知道幾條內褲 這種類型的Jump Scare 在以前也很常出現在各種網站 當你在網路上看到免費的好康 請三四後把螢幕壓低關聲音 但是還是有可能在幾秒鐘後 突然來一下讓你又得換條內褲 這些都是當年非常經典的釣魚影片 第一則釣魚影片就是在2005年有一個YouTube頻道 發布的Ghost Car 發布後的15年半中 觀看次數高達3750萬次 這則影片也榮獲最臭名昭著的寶座 其後在2006年8月31日 YouTuberHotDate 聲稱他在場運動賽後 打二作劇電話到密歇根州的一家廣播電台 並在電話裡面播放了全世界第一個Rickroll二作劇 該影片在2015年8月上傳 影片裡面有影子很2006的錄音檔 真實性不詳 但確實是很酷的一件意識 Rickroll其實還有前身 是這個有四個輪子的鴨鴨 每次知道聳動的標題 剪進去後就會看到這隻鴨鴨 所以後來這部影片也變成它的衍生品 順其自然的變成Rickroll Rickroll始於大概2007年5月 根據Fortune创始人表示 當時有人把Rick Astley的音樂影片連結 未裝成即將喪失的GTA4預告 因為當時大家對GTA4非常期待 所有很多人都成為了二作劇的受害者 這個梗在Fortune上就變得超級流行 Wiki和Google區上也證實了Rickroll 所有的搜尋率在2007年4月5月開始上升 在2007年5月15日的一個帳號為 COLTER548的YouTuber上傳了目前已知 最早的Rickroll影片 但是後來因為版權的因素 這個影片被下架了 現在YouTube上只能找到其他網友備份的影片 許多人表示影片裡最大特點 就是Rick Astley的超反差的低音 他那年輕的外表完全搭不上 就連當初要錄音的唱片公司高層 一開始也不相信支持他的聲音 笑死了 2008年2月 匿名者策劃了一場針對三達基教會的抗議活動 連續好幾天在三達基分部門口都有民眾拿著音響 在門口大唱這首歌 英國日報 微報週刊 更是稱其為三達基教會的現場直播 同年4月1日愚人節當天 我們可愛的YouTube 還把每一個頭版的金權影片定位到Rickroll上 一次Rickroll所有YouTube網友 在那裡 嗯... What the hell? 然後同時 紐約大都會棒球隊的網站 開放了大家投票選擇第八局的開場歌曲 所以是The Fox上網民群起 瘋狂的往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灌票 一連串的轟炸下來 在4月7日大都會宣布 這首歌以500萬票獲選 然後在11月時Rick Astrid在2008年的感恩集大遊行的花車上 近年的當年有史以來最大的Rickroll 在很猛的就是Rick在同年 獲得NTV歐洲音樂獎的最佳表演獎提名 當時投票論壇被Rickroll的粉絲淹沒 Asterick更是表達了對這個笑話的認可說 NTV完全被Rickroll了 甚至也有政治人物開始大玩Rickroll 2019年1月13日美國眾議員議長Nancy Pelosi 發布了一個短片 以今年House Hub 頻道推出 前面放了大半部分的貓咪 直到中間突然就Rickroll了起來 底下有人一片崩潰大笑 一方面覺得貓咪很可愛 一方面又覺得又被Rickroll 還有人覺得影片不是議長發的 議長這波操作也夠年輕 再來還有一個史詩級的操作 2010年2月俄德鋼州兩黨代表 計劃在會議時Rickroll 在立法討論期間給每個參與者一段歌詞 讓他們巧妙的安插在陳述裡面 這個計劃在2011年愚人節揭曉 他們把每一段剪輯下來 按照歌詞順序剪輯成一個議員版的Rickroll 標題叫做 兩黨議員不會放棄而了崗中 2011年7月27日 Twitter一個網友發文說 這次的Widehouse通行遠沒有昨天的有趣 這個舉動讓白宮官方回覆他的推文 並在底下附上了偽裝的Rickroll的影片連結 還有一個很酷的是 2015年9月時 蘋果也Rickroll了他的客戶們 他在Apple Watch添加朋友的支援頁面 展示了聯絡人的圖像 把那些字母順時針拼起來就是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然後在2020年2月時 YouTuberReVideo用影片處理程式 把原始影片轉移成4K畫質 這個舉動讓Twitter用戶瑟瑟發抖 那個曾經轟炸整個版面的男人 一來了 這樣子類型的釣魚影片 至今在網路上人來所在多有 前陣子很紅的統神端火鍋 多到連他本人都被釣到歪頭 這種類型的釣魚名其實還有非常多 Bait and Switch Media 這是一張美國橄欖球4分位佩頓曼寧 戴著黑色的兜帽跪在球場上的照片 曾經在Reddit上被認為是類似Roll的笑話 坐在床上的大巴里 這是已故的成人片明星看著鏡頭的一張照片 他還有出現過惡搞的PS圖 可以看到他超大的XX 還有這隻超扭的竹節丑 2021年7月時在Discord iPhone和Twitter上都大受歡迎 好啦 今天這集差不多就這樣 同學們的留言我都有看到 有好幾個主題都很有趣 就讓我一個一個來講給你們聽 喜歡這期影片的話幫我按個喜歡 也開個訂閱和小鈴鐺唄 讓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好命讓你懂好命 不